我洗床了 现在是八点半 今天天气真好 os impression 要 要 其实我今天下午一夜呢 我才有课 但是我有一个essay 今天晚上对 所以我也现在写一下 然后呢 吃个早饭 就可以开始写作业了 这个面包是我之前在超市 发现的一个神好吃的面包 就它里面有那种 蔓越莓干和橙子干 所以就甜甜的 然后特别松软 超级好吃 其实呢 我本来想昨天就星期一记录一下我的一天 但是昨天整个人莫名的状态很好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今天呢 很高兴 因为明天是赶安节假期的第一天 明天我就出发离开这个村子了 我就出村了 哦耶 村里人要进城了 好开心 嗯 这个真的太好吃了 幸福感很高 然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海报 是迟长旭 不是蔡徐坤 我求求了 不是蔡徐坤 是迟长旭 然后他马上 1月中旬吧 要开始他的亚洲粉丝巡回见面会了 我好想去啊 但是我好像 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 而且 如果发生的不是在中国 那他讲话肯定是韩语 然后会有那个国家语言的字幕 那我也都听不懂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难顶 速成一下韩语也不太现实 但是我的确挺想学韩语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这次写这篇 而且每一次我在写他的时候 我都必须要听林俊杰的歌 才能开启我百分之百的大脑 就是超级productive的写Issay 所以我现在呢 也要放一下林俊杰 然后就开始写作业 我的Issay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又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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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会给你们带牧场 有点重裂 一点点 也要不要再这样 有点重裂 对 我会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写了一上午的论文 然后我现在呢要赶紧去做个饭 不然来不及了 这个是我之前买的煎饺 我打算弄几个吃 然后再煎一个鸡蛋 差不多 做一个小葱炭鸡蛋 在煎果里面 好了 我得赶紧吃饭 然后去上课 我为什么每次做煎饺都失败呢 我也不知道 今天就只有一节课 因为另一节课被取消了 然后现在又很暖和 大概有13四度的样子 所以就穿一个卧系靴 穿一个裙子也不会冷 准备出发上课 怎么一下这么多大巴 一般平时这个时候 可能就有一辆停着要出发 但是今天这个地方居然一下有五辆 主要明天是感恩节假期开始 然后很多学生 就是可能今天上完课之后就回家 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 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他们星期五放学之后 就直接走 就撬掉了周一和周二的课 因为其实这两天 很多教授也不想教课了 也进入了放假的模式 所以他们也会把自己的课给取消 但是我这个教授真的非常的负责 人也非常的好 没有给我们取消课 然后我现在就去上这一节课 然后再回来 建一个新的宿舍楼 是给大二的学生的 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我去上课 是对学习和知识的热爱 其实今天这个天我直接穿普通的鞋就行 不用穿过鞋靴 没有那么冷 那太阳晒着 其实特暖和 天气真的好呀 我回到宿舍了 我在吃巧克力 我之前特别喜欢吃这个 但是我好久没有买了 就 因为它 就没有那么的甜 然后 有巧克力的那种香醇 然后又带有咽 酸味 就很好吃 现在是三点半 我要开始写SA了 我觉得我写一个小时 然后我就可以制作别的事情了 OK Let's start 写到现在 外面的天都黑了 我以为我高中毕业之后 就再也不用写这么长的SA Extended SA 结果这个玩意 我居然写了四千次 交了 交了 可好 我把那个SA交 我本来以为我可以放飞自我 但我还有一个视频要录 的时候 我打开了我的财务会计课的网站 然后我发现这个老师 他居然放了一个下周一晚上要交的座椅 因为今天刚上课 所以我就想直接把它写了好 要不要写 要不要写 写一下吧 写一下 然后呢 我有一个很短的视频要录 加油小静 我现在好饿 但是我等一下要出去吃饭去吃我之前吃过的一家oyster bar 就生蚝 然后他们还有很好吃的crab cake 就是螃蟹做的那种饼 然后我最想吃他们家是他们的巧克力蛋糕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好吃我已经从上周想吃到昨天本来应该跟我室友去吃了但我们俩去看电影了 所以就没吃成了 然后今天我一定要去吃不然我真的浑身都不舒服 like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太想吃了 现在已经是5点51了 那就代表我从三点半回来 那会儿 我靠我学习了两个多小时 我居然学习了两个多小时 还是在放假的前一天 而且是在很多人已经到达他们假期目的地开始玩耍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很棒 等一会儿我就可以去吃饭了 我们本来是三个人吃饭 ok guys i'm vlogging 然后变成了7个人吃饭 你们要出镜吗 不要 我很害羞 你要出镜吗韩国人 我今天吃bronzo 我们的fried oysters 我们的四十五多 好爹 这个移动大快上齐了 我要谢谢我的朋友们帮我打光 shout out 好嘞 我的crap可以 好开吃 我来了 我来了 谢谢宝贝 我爱了 你这两个就好了 我把它给吃完了 还有我的朋友 一起吃 不用不用 我现在要收拾洗衣 我刚才呢 差不多把东西都收好了 就差化妆品了 嗯 这次去波士顿就跟上次秋假一样 相当于周三去周日回 这样五天的时间 来回坐车 交通上大概要花十个小时 嗯 很困了 我刚刚一直在刷手机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所以我决定现在呢 洗漱 写日记 然后如果还有闲情一致的话 可以撑点视频 但是我找困 昨天 一点钟才睡 我只要到晚上 我的眼睛不肿了 然后就会有一个 很神奇的 像双眼皮一样的东西 会让我来试一下 耶 然后我来配这 就 双眼皮 咋